對我來說其實不是我第一次拍國際合作 但是呢這一次的國際合拍的國家特別多 而且預算也特別大 它可以說是我這個生涯裡面 這個預算最大的所謂的作者導向的藝術電影 所以有非常多協調的工作要做 所以變成就是說我們這次跟歐洲 在事前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完整嚴密的溝通 我這次整個這個過程 我要特別的感謝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 特別感謝台北市政府 感謝台北市文化局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以及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因為他們給了我好多方面的協助 第一個方面當然它有投資 我們拍片就是需要錢 而且我們作為一個以歐洲啟發的一個案子 能夠在台灣還能夠找到錢 對很多歐洲團隊來講 就是他們以為來這邊是要花錢的 沒想到在花錢的同時還可以取得到資金的投資 然後第二點其實是在於協拍 就如同我剛剛前面說的 其實我們在台北市拍了大概八成以上的場景 有非常多的地方需要被協調 甚至有些地方我們根本找不到 然後於是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團隊就給了我們非常多的資訊 帶我們去看幫我們協調 我覺得協調永遠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讓我們能夠那麼順利的在預定的拍攝天書裡面完成 這麼順利的情況就表示說我們沒有浪費時間在邊拍還要邊協調 那第三點其實是在於行銷 不管是國際的行銷或者國內的行銷 我們好不容易花了這麼多年在台北 花了這麼多錢要來拍了一個影片之後 當然要給觀眾看到 當然要給產業界的人看到 那這產業界的不是只有台灣 還有很多歐洲 那我們很幸運的金錢男孩Money Boy 入圍了堪城影展的一種注目的精彩單元 所以在那邊已經非常受到矚目了 然後這個時候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台北市政府給了我們非常大的助力 就是買廣告辦論壇 就是要把我們這部片推廣到國際 所以我個人在這短短的從六月份到現在 不過幾個月的時間 我已經參加了大概五六場國際的論壇 都拿金錢男孩Money Boy做一個Case Study 那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就是把台灣介紹出去 把台北介紹出去 所以我覺得能夠來台北拍攝 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台北Fung Fund Action I've done Funge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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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